去年10月 南加州Sambordino的國家森林 正式被總統奧巴馬定為國家保護區 經過政府和民間力量過去一年的努力 位於盛蓋博山麥甲這片淋地上 增添了各種的設施 務求吸引更多的南加居民來到這裏 親近大自然 市民下次來到盛蓋博山林保護區 將會見到一個暫身的園區 自從成為國家保護區之後 這片淋地得到更多的政府資助 根據國會議員趙美芯的介紹 聯邦政府將在兩年之內撥款650萬經費 幫助保護園區 除此之外 在過去的一年 盛蓋博山保護區也得到各種新的別民設施 負責管理國家保護區的農業部也希望 市民能夠在這裏有更愉快的郊遊經歷 除了政府和民間基金會竭力保護自然環境 有志願者亦都希望通過藝術 使來到這裏的民眾 亦能夠加入到保護大自然的行列中 林祺還三年前開始組織志願者 用油漆將盛蓋博山地區的垃圾桶藝術化 他希望這樣能阻止市民在這裏亂掉垃圾 聖蓋博山保護區不單為南加州市民提供一個得天獨厚的郊遊地點 這裏的山谷地形亦都使它成為一個天然的儲水池 目前聖蓋博谷約30%的居民用水就是來自這裏的水庫 加州正值歷史性的干旱 林毛谷亦都首次在這裏添加中 英 西 三與指示牌 使民眾加深認識這片臨地對南加州的重要性 天拿維視記者馬進 初報報導